洪湖這次對美流的話 其實是輸得很慘 就後財風委員講也輸得慘口 這是一次經驗 也是可以作為換本也是一個教訓 決策、溝通我們真的要檢討 然後危機處理我們也要檢討 謝平這裡面最值得觀察 國民黨在立法院四分之三 那你不管是誰做的決定 馬英九、蘇琪 為什麼他立法院沒辦法貫徹 我先講一下 因為剛才大家都從台灣利益的角度去講 我完全贊成 而且替馬政府做求 但是我們要從這個廖迪從嚴的另外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還是要表現憂心 第一個齊凱 在1月5號之前美國人是不會出手的 1月5號如果你還這樣通過 你等三讀過了他就 一定會出手 為什麼 第一個他剛剛已經講了 簡單說他要應付國內的壓力 第二個現在有65個國家都是開放的 他要面對這65個國家擴散效應 第三個台灣這一年多來像他要的多 那我現在要給你給你不肯給 基於這三點他一定會報復要出手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韓國後來韓國簽的 是比我們現在立法院寬鬆的 還比較接近原來我們跟他簽的 境外圍堵的 所以韓國的意思就是我們再去談 大概也談不出 第三個我們再去談 我們要跟他說民主跟民粹 他聽不下去 為什麼 他的民粹說了嘛 他說你們是為根據科學與事實 用政治跟誇張的言語去做這個事情 他裡面說得很清楚 他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意思是說你不要跟我談民主 你不要跟我談民意 這不是民主民意 你們要搞民粹 所以你去講這個他絕對聽不清楚 好你要跟他重啟談判 他問你 你已經在立法院通過這麼嚴苛的東西 你談什麼 你底線是不是就這個 那還要談什麼 這是第三個 最後一個 我特別仔細看他這個原文裡面 他說台灣他只說 要非常仔細小心的 注意它的影響好 這影響很重要 影響什麼 台美之間的信任 國際社會對你的信任 意思說你台灣如果這次搞這樣子 我們的信任之間就破產了 他特別說我們簽這個協議是基於good bill 就是我們雙方在真層下面簽這個東西 你現在真層破產信任破產 我覺得這個東西比一項一項去制裁還嚴重 因為台美之間關係本來創成最好的時代 現在他的意思是說我們信任關係破產了 我們真層破產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小心 台美關係還是我們台灣很重要的資產 所以蔡教授跟沈利斯剛剛都講說去的是可以談的 那時候趙希平這樣分析根本去的都沒用 我們在團區幹什麼 因為你底下已經在那邊 你一反而已經通過了 那他去了沒有用 你總統派那個團區有什麼用 不是 你看你是需要說服對方 或者是被對方一疏通以後 我們回來又要來處理我們內部的問題 這個是問題 我是覺得基本上 當然我們也不能夠講說是 這種不怕美國的威脅 就是義和團就是民粹 這樣講也不好 我也同意大家說是要維護 爭取自己最大的國家利益 這個都沒有錯 人民的健康是沒有什麼好商量的餘地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怎麼樣子區別對待 就是等於擴大跟美國可能溝通利益相吻合的地方 比如說農業州的國會議員 我們把它區別開來 國會我們要怎麼處理 行政單位要去怎麼樣處理 農業州怎麼處理 或者是國務院怎麼處理 如果波及 我不認為會波及到國防部了 但貿易總署或者農業部這一部分 我們怎麼樣去跟對方說明 我們有現實的困難 那台灣是在一個民主的程序之下 做了一個合法的民主的決定 那我們馬英九政府 或許在當初溝通的過程之中 我們有一些疏失 但是今天實際狀況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大家是不是坐下來好好的 談出一個雙方面都能夠接受的 但是以我對美國人的了解 擴散到其他的 立刻擴散到其他單位應該是不大 但是美方要輕易的讓步 這種可能性我覺得也基本上是不太重要 對啊 所以希敏剛剛特別講 立法案這個行動什麼 沒有科學 沒有事實的意見 他為什麼要這樣 我重新提一點 因為這個兩個小時的會議的結果 就是要派這個團 所以我認為這個團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是要爭取轉還的時間 那麻煩在這裡我不懂的 就是說是四個部門的官員 沒有民意代表 但是你去要做兩個東西 下去看他們安全衛生的整個過程 然後要解釋給美國行政部門聽 如果是 它是兩個團 它是兩個團 一個團是要去美國那邊跟他們溝通 一個是另外消費者 這邊有另外一個團 是要去看整個食品衛生安全 不是 我覺得官方的團 官方的團是應該 官員也有 民意代表也有 所以這個過程中 看看跨方篩準 看看能不能說服他 不能說服他 就是準備要回來妥協 所以總是要做一個圓滿的結果 讓大家理直也沒有完全失去 面子也能夠保持得住 我覺得完全是官方的團 完全是官員的團 那官員的團沒有意見 官員本來就同意了 管他有什麼 進來進來進來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看什麼 你不用看你也同意了啊 對不對 你要去說服人家 才不甩你官員 因為今天麻煩 問題是出在國會嘛 那你要是要國會的人來 所以我本來是說 應該是國會去才對 但是現在完全是官員 那我覺得折衷 然後有伸縮的餘地 我覺得一般官員 一般國會也有 對 應該有國會議員 我覺得當然 國際談判部分 當然是蔡偉教授是專家 但是我覺得一般大家 如果說要注意 在關心國際談判的話 我覺得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剛才西平講的其實沒錯 但沒錯的地方在哪裡呢 我們並不是無知的民粹 我們對於美方 本來他們怎麼想 本來就做一個最壞的打算 這是一定要的 就是說我們並不是 報復平和式的說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就是不要啦 就這樣的 我們不是這個樣子喔 你要做最壞的準備 但是你要做最壞的打算 但是你要做最好的準備 好 我們準備了 這次要出去了 我們要幹什麼呢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一開始呢 我一開始就提到 所謂的重啟談判 這次你要出去 你本來應該做好 重啟談判的準備 因為其實南韓是有機可循的 問題是你的重啟談判的話 你不能說 我們百分之百 我們台灣立場就是這麼硬了 毫無退讓的空間了 那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 談判的技巧 因為你要了解 美方可能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彼此給下台階 可能我們要做好一個準備 就是說 我們最好的準備就是 有可能如果說 他們全盤接受我們的話 是一個最好的 玩玩群的勝利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呢 各退一步 我們退哪些部分 而這部分 是不是台灣的人民 可以接受的部分 那如果再不行 再退一步 那再退一步又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對方退多少 我們退多少 我覺得這本來就是 一個談判當中的 籌碼跟技巧 所以我覺得這次出去之前 這方面功課 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呢 對於國內的溝通 也要做得非常的好 當然底牌不能先掀開 但是呢必要性 你一定要不要再 從到剛開始 一開始這個協定書 所簽的說 大家都不曉得幹嘛 如果說你這次回來 可能要稍稍的做一步退讓 但是呢 比原本的狀況 來的好的時候 你要有本事 有把握 對老百姓能夠得到 他們的支持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的確 我覺得包括民間 包括立法院 派團去是好的 但是我認為 不應該跟政府官員一起去 因為我跟你講 兩方的談判 台美談判 已經驚到一個程度了 今天只要稍稍的台灣 有什麼動作 其實這美方都會懷疑 是我們的政府去策動的 所以我認為 如果真的要的話 我們的民間自發 蕭基會 還有這個董事基金會 最近這段時間 除了這個公投之外 他其實在立法院 遊說的非常厲害 我認為反正他們的經費 還不錯 那就自己組團去這邊 當我們政府的後盾 自動自發 包括如果是國會議員的話 我也認為 也應該自己主動的 不要跟這個 政府的團合併 因為合併的話呢 美方可能認為說 你的政府在玩兩面手法 你故意來我這邊踢管的 我覺得不需要 我們的民意 本來就這樣那個表達 就在政府去的同時 我們的民間代表 我們包括立法院 民意代表們 還包括我們的民間團體 都一起去替我們的政府 做更清楚的民意的說明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更有效的 達到我們希望 第二階段的重啟談判的效果 來 張家補充 其實去以前 要好好把功課做好 這個是目前當務之急 第二個就是溝通 溝通包括一個對美國溝通 一個是對我們內部的溝通 事實上我們跟美方的朋友 在討論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常常責怪我們 他說在過去17個月 談判的過程中 你們台灣為什麼 居然政府沒有這個政策透明化 所謂的 policy transparency 為什麼沒有讓老百姓知道 那我們也有機會 跟我們政府的 不好意思 我想插一小句話 我覺得美方溝通也不見得好 司徒的溝通你覺得好嗎 OK 講的比例 是這比喻什麼 比喻失望什麼機車 對 後來我們也有機會 跟我們政府相關 這些人其實都受了良好的訓練 教育其實也不是傻子 他們也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東西 那可能太過專業了 但是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說有一個困難就是 如果跟在野黨溝通 那在野黨跟執政黨 這個是幾乎沒有辦法 進行任何的溝通 如果跟這個黨籍立委進行溝通 也有個困難 因為我們東西 有些時候在談判的過程之中 有些事情是要保密的 但是你這個只要一跟黨籍立委 即使自己陣營內部的立委 進行溝通 那選要你們應該最清楚 你們都不能夠保密 不是說你們每一個人都不能保密 但是很多人就會為了個人的 自己的短期的政治利益 就把這些東西洩露出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沒有辦法爭取到對方的信賴 對方又不願意跟你談 就比如說我們跟新加坡 談這個FTA的事情 這類的例子太多 所以我們政府有時候 也掛在那個地方 他也不知道 他進退失距了 那現在明顯的看得出來 這一次是本來不應該 我們應該把事情鬧到今天這種地步 蔡家壽今天已經兩度提醒我們 他們跟很多美國的學者 或者是跟他們的官員 在溝通的時候 人家已經講了 我們這17個月的溝通狀況 這整個政策宣導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更重要了 那誰要負責呢 難好是總統 他們李明博道歉兩次 內閣整個換掉了 那現在誰要負責呢 今天國民黨立法人家出來放話了 當初誰去執行去簽這個議定書的 送到亂站崗去 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討論一下 包括馬英九的微信 會不會受到很大傷害 我們討論一下